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主 今天我想教你1月1日那天吃什么brunch 什么是brunch呢? 即是早餐到午餐那一餐 为什么你会吃呢? 因为你之前那晚玩得很晚 或者很晚睡 一定星期六就迟起床 迟起床的话 你想吃的可能简单些 不过又想饱些 有什么可以吃呢? 今天介绍你一个我自己都很喜欢吃 有时候我都会当是早餐那样吃的 今天要教大家做一个什么 就是Dutch Baby 听过Dutch Baby的朋友都会觉得 这个是甜品来的 是的 像是一个好像Pancake类的朋友 不过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咸的Dutch Baby 于是可以当是一个brunch那样吃 OK? 很简单的 马上来啦 做这个Dutch Baby 之前呢 有两样东西是要预备的 第一样呢 就是要将你的烤炉 预热到摄氏220度 摄氏220度 立即去做 好了 接着第二样东西要预备的呢 就是 拿回布先 因为它已经很热了 铸铁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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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铁锅就是8寸的 咸 有一个做Dutch Baby 几乎是必须的 OK? 又给你一个借口去买新东西 哈哈 好 今天说明是早餐 当然是有 煙肉 我们是咸点 煙肉 就最香的了 我们烧烘了一个煎片之后 我们就要放这个烟肉下去煎一煎 煎一煎 四块 够了 我们要煎这个烟肉煎到它脆脆脆的 用这个中慢火就将它煎大概7-10分钟 等它自己的油煎自己 那就完美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就要做其他东西 好了 现在我们做个粉浆了 那你预备一个铁碟 中尺寸 然后我们就要测一下面粉 今次我们用了中筋面粉 然后放盐 拌均匀 好 搞定之后 就放一二个 然后要搅个蛋 我们就用了七只蛋 又用一个碗 哎 偶然要反一下烟肉 如果你觉得很容易焦 或者很夸张 那你可以将它调小火 我让它慢慢煎脆一点 好了 大家记不记得 如果我们打蛋的话 打那么多只呢 最好是一只一只一只 我们怕有一只烂了的话 如果我们打在一起的话 那便全部蛋都死了 OK 一只一只一只 OK 搞定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加些牛奶了 然后拌均匀 同一时间呢 留意一下你的烟肉 哦 好 OK了 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铸铁煎银 的话呢 记住 那个煎银的银子 一定是热的 一定要用毛巾拿 看样子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烟肉呢 应该可以了 如果可以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拿出来先 好了 那这个油呢 我们看到在这里 哇 要不要倒走它 不要的 因为呢 一会儿呢 我们还要加多些 做这个Dutch Baby 呢 除了烤炉 和铸铁锅很重要之外呢 有一样东西呢 都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保持 这个铸铁锅 是热的 所以呢 如果你的烟肉呢 好像我那样呢 一早已经 哇 那么快就够了 那你拿出来之后呢 你也要用一个最小的火呢 保持着这个铸铁锅 是热的 但是如果你不想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铸铁锅 放入烤炉 都可以 OK 两个方法都可以 但是最重要 最重要 就是保持着这个铸铁锅 是热的 OK 来了吧 好了 那我们搞好粉 搞好蛋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蛋浆 倒入粉中 搅拌均匀了 搅拌均匀了之后呢 我们要加上其他的配料了 我们呢 会加少许这个 Emmanto的芝士 和呢 少许葱的 一点都好了 好 接着 加些黑胡椒粉 搅拌均匀 好了 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呢 差不多是主角出场了吧 因为呢 我们将会在Dutch Baby的中间呢 再放多一口呢 这些叫做Brie的芝士 这个Brie的芝士呢 是很好吃的 那于是乎呢 我们早餐 当然要丰富一些 有烟肉 有这个Pancake 跟着呢 还有芝士 这样才饱的嘛 是不是 嗯 哈哈 好 一开 这些呢 这些呢 一些市场都会买到的 那 powerful 这么开了之后呢 呢 你会见到它有到整个 有一个纸包住的 OK 我们这里做什么呢 我们小心地开它先 然后呢 我们换把刀 放开一片片 OK 这样就可以了 拿的时候更容易 养 surface 好 在这里 好吧 好了 蛋 showing portal 这个时候呢 我们准备去烹综这几个The Dutch Baby 好了 好 到我们开始煮的Dutch Baby 我们一定要开大火 然后你会看到烟肉都已经脱了 我们可以放下去 刚才我不是说除了烟肉的油 我们还要加一点 没办法 这个Dutch Baby真的需要很多油去做 所以一年吃一次就好了 就是New Year's的时候 早上起床 吃一个 我可以开始减肥了 好了 我们先把牛油切一半 比较容易融 放下去 哇 其实真的很香 好了 牛油切了铺之后 我们可以加蛋漿 然后很快的手 我们将Bree切开 放在中间 OK 然后呢 开定烤炉 关火 立刻小心翼翼 放进烤炉 220度 我们烤它 20至25分钟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出来 吃的了 时间够 拿东西 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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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 但是你看看 Oh my god 手都烤了 哇 大家看看这个 真的 Oh my goodness 你怎会不想吃 好香 这个时候做些什么呢 灑多一点点葱 在上面 加点色 这样就立刻漂亮了 哇 哇 哇 当然是第一时间开餐了 是不是 哈哈 哇 Look at this 切一小铁 哇 看不看得到 大家 多漂亮 先试一试 嗯 I like 做这个brunch 非常之好 如果你喜欢的话 趁着香檳去吃这个 咸的Dutch Baby 好棒 真的好棒 好了 希望呢 你1月1日起床 可以试一下做这个 OK 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和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好 吃饭啦